事故愿意 无土甚重 所以发葬必求 发大事 他强来成佛 他的这个国土 他教化的地方 一世诸之 随意献起 坐一吃饭 接足道法 那么在极乐世界 有这个念头 他就有这个现象出来 这是哪些人 刚刚升到极乐世界去 还不太习惯 看到极乐世界 没有恒意 不像我们这边 有年月日 极乐世界 没有年月日 这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时差不一样 每一个星球里都有时差 极乐世界没有时差 虽然 这个世界很大 没有边际 他没有时间 空间的概念 极其 语言的地方 他念头一念 他就到了 就在面前 所以是非常奇特的 一个世界 不思议 修学的环境 没有一样 不是主导法 在我们这个世界 如果会学的 也不例外 画法法 都是主导法 我们三餐饮食 在饮食 就修什么 修不起心 不动 修不挑剔 随缘 不叛严 吃的 有什么 吃什么 没有分别心 没有执着心 就能像 诸佛 菩萨一样 一切 味都变成 一味 因为 味的差别 是你的分别 妄想 变现 分别 妄想 放下去了 一切味 是一味 叫妙味 什么叫妙味 吃了 叫你不起心 不懂念 这味就妙了 色神妙色 行是妙性 没有一样不妙 在这个地方享受 确确实实 没有其心同意 没有分别之处 跟诸佛如来 发生大死 无二无敌 无二无敌 无二无敌